哈喽大家好,欢迎来到简哥记 我是简哥,一个专注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科技解说 懂一点电脑的朋友都知道 电脑是分32位和64位的 但你知道吗?其实微信也分32位和64位 我们只需要进入微信的设置 关于微信 在这里我们双击微信版本号 这样关于微信的信息就出现了 比如我们目前微信的版本 更新时间等等 而这下面A字母开头的就是32位 但如果后面有64的数字 那么就是64位的微信了 至于这两个的区别 有网友表示 64位的体验要比32位的好 但关于这个说法 微信官方也没有给出说明 大家也可以试一下 看看自己的微信是多少位的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